中文字幕志愿者 犯罪嫌疑人为何如此崛起 情况复杂 解救行动困难重处 但我现在所在的地面 大约是四米的高度 危机关头 武警呼吸队员 又深陷怎样的险计 这个时候我不能躲 必须采取切身进步 特战观察之 直面兴刀 中国武警即将活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特战观察 我现在所在的是 位于福建省张州市赵安县的 一栋三层云宅的旁边 现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在二楼有一个 拴着红色气球的窗户 从这扇窗户 到我现在所在的地面 大约是四米的高度 而在这扇窗下 还有一道 深约一米多的沟 就在不久前 有一个人抱着一个孩子 从这扇窗户 纵身跳了下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014年6月17日下午5点 赵安县上湖村里 正是家家户户 准备晚饭的时间 26岁的小湖 因为和丈夫闹别扭 抱着一岁半的女儿 回到了娘家 此时的她怎么也没想到 接下来母女俩将经历 此生难忘的惊魂七小时 前准半子月 她自己是报警的 她说控制着她的老婆跟孩子 要跟她老婆同归一件 报警的男子 正是小湖的丈夫李某 劫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并主动报警 这会是一场在自家上演的闹剧吗 而当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又看到了怎样的一幕呢 更让警方感到不安的是 李某还将一个液化器罐 拖进了屋里 据公安人员现场了解 犯罪嫌疑人李某怀疑妻子有外遇 而且在当天下午又吸食了毒品 从而导致情绪失控 劫持了妻子和女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期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 我当时还是更多的 依赖于我们的武警这些队伍 因为我们武警这些队伍 有很好的实战经验 当晚九十零五分 武警福建总队张州支队 接到公安通报后 迅速命令赵安县中队应急般出动 赵安县中队距离现场比较近 能够先期到达处置 随后支队长刘世生 带领副参谋长王建伟 做训鼓掌华辉 率支队特勤牌官兵 从张州市区火速赶赴事发地 增援处置 考虑到处动难度可能大 我们还专门从特勤牌 抽掉了三名骨干力量 特勤牌是张州支队的反恐拳头部队 特战队员的选拔 训练和考核都堪称残酷 近年来 特勤牌大力开展实战化背景下的 战法研究和综合演练 队员们在总队组织的各项比武竞赛中 更是女创家境 面对复杂的案情 这样一支精干队伍 能成功解救人质吗 然而官兵们刚刚到达现场 一个突发的情况 就让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这场战斗 感到不安 拿到一个非常长的刀 情绪非常不稳定 到处乱砍 砍窗户 吓唬这个女的 随时都会把小孩扔下去 在妻子小胡的苦苦哀求下 李某暂时将孩子抱回屋里 随后 武警官兵在公安特警 先期侦查和部署的基础上 再次对事发民房的周边地形 展开侦查 对处在二楼的犯的嫌疑人 采取果断措施 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狙击 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就是寻找最佳的狙击位置 这里就是犯罪嫌疑李某 劫持人质的地方 在这个房间 只有西侧和南侧 分别有两扇窗户 在先期的处置过程当中 公安人员已经在这两侧窗户 对面的建筑楼顶 设置了观察上 而最开始的谈判工作 正是在这里进行的 然而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对面楼的灯光越来越亮 犯罪嫌疑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将这个床垫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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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说在这里狙击 基本上可以算是平角射击 对于一名狙击手来讲 这样的距离和角度 可以算是绝佳的射击位置 然而占据了有力地形 才仅仅是第一步 在现场画面当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 煤气罐就摆放在屋子的正中间 那么此时此刻开枪 如果出现偏差 会不会击中煤气罐呢 中队长的信心 来自于对自己队员的信任 狙击手梁金森 是2007年特勤牌成立的第一批队员 这名支队培养的最拔尖的狙击手 不仅具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超强的耐力 更是尤其擅长对移动目标狙击 虽然具备过硬的狙击技能 但紧接着这名狙击手 却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李某将煤气罐拖到了卫生间 然后又关闭了窗户并且拉上了窗帘 可能察觉到我们要采取行动 到后来他几乎都不在这个窗口 来为手动 李某的用意是什么呢 会有新的险情出现吗 为了让李某现身 身为连指最高指挥员的 县公安局局长张志全 决定同他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那么接下来局长和犯罪嫌疑人的谈判 会成为狙击手等待的战机吗 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谈判 却让局长和支队长刘世生 都放弃了击毙的方案 开着一枪 对一个家庭 特别是对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来讲 影响是一辈子的 因为之前有了解到他对他李某很好 所以拿他李某来说事 跟他说他李某这么乖 平常都会叫你爸爸的 你还这样子 你还想死 他就认了一下 这个在谈判当中 我们就感觉到说对他有触动 虽然击毙的方案被暂时搁置 但这次谈判并没有让李某束手就勤 李某扔下一张电话卡 声称是妻子有外遇的证据 要求在赵安电视台第二天的新闻节目上 公之于众 这个ID盘丢给我了 可能他想了就是说 明天你要播 如果没播 他才要动手 李某提出的要求 为现场参战人员赢得了一些时间 但摆在所有官兵面前的是新的问题 必须尽快找到其他能够接近犯罪嫌疑人 从而解救人质的方式 从下午点到晚十一点多 已经持续了六个多小时 到后来 我们已经渐渐听不到孩子的动静 过度惊吓的孩子 会不会因为生理异常危及生命 我们的行动必须正能夺秒 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房间 此时此刻 南面的窗户已经被堵住 而西侧的窗户 正如狙击手所观察到的 大多数时候处于紧锁的状态 窗帘是拉上的 而在这里还有一个卫生间 我们来看 它的窗户相对窄小 而且不确定这个门是不是被锁住的 对于突击队员们来说 最快捷有效的突入方式 就是从这里破门而入 然而从一楼进到这个房间 要经过反锁的大门 以及这个紧锁的门 他们能够顺利突入吗 现场消防人员利用破拆工具 将一楼窗户的铁栏杆剪开 翻入楼内打开了反锁的大门 第一道关卡顺利突入 随后副参谋长王建伟 带领两名突击队员和两名公安特警 迅速向二楼的目标房屋抵进 可这一次成功抵达房门口的突击小组 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非常坚固的那种防盗门 有三道锁 这种门的话基本上是不便于突入 用硬性的破拆突入的话 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生险 然后引起犯罪分子的警觉 门底下有一条缝才露出了光 我就脸紧紧地贴在地板上向里观察 可能是一个衣柜在里面顶住了门 因为可以清晰地看出四个腿在下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想一次性突入屋内难度相当大 很有可能会重新激怒犯罪嫌疑人 更会使现场所有参展人员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这个门我们主要是采取伏击诱补的这种战术 就是利用给小孩送水送食物 或者其他等司机引诱李某开门 得显到李某的警觉性很高 拒绝引诱其开门的方式 解救行动再次陷入僵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压力非常大 虽然公安先期对现场进行了封控 但依然聚集了大量的群众 一旦我们行动处置不当 势必造成极大的影响 联指再次研究 确立了以窗户突入为主 破门突入为腐的突击方式 卫生间有一个小窗户 那当时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光 所以从光传出来的时候呢 看到窗户有一条缝 就可以判定卫生间的窗户没有管事 只要我们能够悄悄地接触卫生间 不会让花季 那么在这边来突破 小过去 梯子搭上去 试一下 那么这扇仅能容一人 侧身进入的窗户 能够作为特战队员 解救人质的通道吗 此时屋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拿前望镜向里面观察 厕所里面的情况 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门是关了的 具体房屋里面有什么情况 还是没办法看到 也就是说 即便武警官兵 顺利进入卫生间 离犯罪嫌疑人 还有一门之隔 处置行动 依旧困难重重 我们这样等于分成三个组 然后加个狙击组 对吧 外面这个控制组 按这样走 好不好 就在联指人员进行紧张谋划的时刻 现场出现了一个转机 犯罪嫌疑人的妻子 悄悄掀开了窗帘 并且慢慢推开了一侧的窗户 显然这一连串的动作 李某并没有察觉 我一直都是通过瞄点镜 关在窗户 慢慢慢慢料理窗帘 要打开窗户 然后他向外面做了一个手势 新的战机出现 解救行动刻不容缓 现场人员立刻将消防梯 移到了窗下 而紧接着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舅子心切的母亲 顾不得踏上梯子 抱着孩子静止从二楼跳了下去 母女俩被现场公安人员一把扶住 战机出现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果断行动 毕竟现场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 没有排除 那没器官是从一楼搬上去的 然后拿了一些衣服盖在那上面 拿着打火机要点 一旦离母觉察 极有可能采取极端行为 连指迅速调整部署 决定由武警官兵成立三人突击小组 从西侧已经被打开的窗户 依次通用 已经没有时间允许我们限定模拟演练 这个时候对突击队员的选择和部署 十分关键 支队长对于突击人员的选择 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名突入的队员李宁 是特勤牌的突击班长 身材小巧 身手敏捷 曾参加武警部队魔鬼州训练 获得勇士勋章 第二名队员是机动中队队长邱晓阳 综合素质过硬 常年组织特勤牌训练 第三名是突击组组长华辉 现任支队作训组长 他是特勤牌首任牌长 有着近八年的祖训和带队比武经验 可以说这三名参展官兵 多年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协同一合 彼此间有着非同一般的面积 那么在最后的行动当中 对这个精锐组合的部署 又是怎样的呢 这队长也过门做得极体明确 第一名李明负责夺刀 解决第一威胁 第二名负责打腿 是嫌疑人上司行动能力 我携带相知 负责因为突发情况 那么又特别强调了 第四名的灭火手 要携带灭火器 紧碎其上 6月18日临时整 战斗正式打响 而在这个突击组中 第一个上去的李明 是唯一没有携带武器的 因为我还要开窗户 拨窗帘观察 而且我的首要任务 是夺刀 如果是携带武器的话 非常不便于行动 我轻轻拨开窗帘 向里面观察 发现李某 是侧对着我 靠在墙上 我拉开窗帘 发现窗台下面 是一个平板桌 我右脚就轻轻地 迈了进去 正当李明准备 迈第二只脚的时候 一个情况发生了 正当我准备 迈第二只脚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声响 惊醒了李某 他突然一眼看向了我 大概我们对视了 一秒钟时间 他顺势挥刀向我看来 就在李明突入的一瞬间 在这个屋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 现场的情景 李某的身材比较高大 这个时候我不能躲 必须采取贴身近脖 右手穿过了他的脖颈 左手抓着右手 下拉的同时 扮他的腿部 几乎在同一时刻 由公安特警把守的房门 也被顺利破拆 至此 武警官兵密切协同配合 公安人员 将犯罪嫌疑人申请 无疑上案 而令所有参战人员 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一刻 黑暗当中 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相信 武警部队一支支训练 有素的特战队伍 还将在日后的 执勤处突维稳任务当中 不断地夺得更多的胜利 赢得更多的掌声 好的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中国武警特展观察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凌晨 罪恶的凶手翻墙入室 杀害无辜 又一个硬撕了 然后一个演员一席 无意的写行为 续案震惊了乡村 凶手狂躁地要求 见他的妻子 有我想象中的 跟着要残暴 然后他确实对着要害不畏 要跟他同归于尽 尖刀下解救人质 武警 子弹 已经上膛 特战观察之 救命的闪击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